大家好,我是曼妮卡警察总部的Justin。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电信诈骗案又卷土重来。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头,奥克兰警方已经收到了很多起的投诉, 那么受害者总共损失的金额超过十几万星期南币。 诈骗手法还是一样的,自称是来自中国领事馆或者说是大使馆的电话, 告诉受害者他们涉及洗钱需要在48小时之内回到中国的某个城市去接受调查。 然后这段时间里头,诈骗者跟受害者一直保持联系,不断的威逼和催促。 最后说,好,如果你不想回国调查的话,就把一定金额的钱财打入到中国一个指定的账户。 他们就不需要回国接受调查,而且他们的案件会被优先的调查。 大家看到这里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48小时,一个是牢狱之灾,一个是家里的亲人会受到牵连。 所以说,这个受害者是心里受到压力,而这个诈骗犯是一步一步的紧逼,不给受害者任何思考的机会。 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第一,大使馆、领事馆不会去接受包裹,为领区的同胞接受包裹。 第二,他们不会要求你私人的任何的信息,不管是个人信息或者银行账号。 第三,中国国内的这些司法机构不会通过电讯的方式或者是社交媒体的方式来向你去做任何查案的任何举动。 第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您听到了像洗钱,绑架,或是亲人有受伤或者是受害,这些字眼的时候,请你马上要谨慎。 这个很可能就是诈骗案,请你一定要通过反复的求证之后才去做处理。 还有另外一种诈骗手段,就是这个诈骗犯通过社交软体跟受害者联系上,然后用很长一段时间以交友的方式去赢得对方的信任, 然后去介绍一种投资的机会,而这种投资的机会是有十倍,二十倍,甚至是三十倍的回报。 有一位受害者因为这个关系而损失了超过五万美金的钱财。 请大家务必注意,凡是听到上面我曾经提到的这些关键词的时候,务必小心,百分之九十九这个就是诈骗。 谢谢大家。